今天的 那一個豆皮很香 然後帶一點甜甜的味道 它這個單吃就滿有味道的 這個內容物很多 感覺是不是 不會 我覺得剛剛好 真的是好不容易把我們湊在一起是不是 終於在一起了是不是 我們好像在同一檔節目 可是就每一次都沒有見到面 沒有錯 而且這一次呢 我們為了這一次的 你看搭配上面 做到非常用心的準備 我覺得ORANGE TREATMENT 過後要學一下 我們要每一集啊 搭一下嘛 然後這就是年輕人嘛 怎麼樣 這一次來到巴神的話 你要帶你去吃什麼 肉骨茶嗎 沒有啦 其實巴神呢 有很多隱藏的美食的 那今天呢 我們走進這個第一間 是比較田野feel 剛才這樣子看啦 好像老闆做很多東西這樣 有來自天堂的那個水果 這樣你有預約嗎 他是要預約的啦 可是我們登入啦 走了走了 可以嗎 等一下老闆搞不出去了 應該可以啦 阿菲老闆 老闆 老闆 老闆你在做什麼 來 那一個是木別國的花吧 是 木別國的花 妳講到這樣子妳懂 木別國是什麼嗎 其實我就知道 妳剛剛才知道 知道就是吃了會上天堂 對 來自天堂的果實 對 應該是好到身間 是 想要問一下老闆 這什麼會種植這個木別國 就有位朋友送了我一個種植 然後我就開始在這個 班錯的果園這邊開始種 沒想到成功 然後我們就想 必須要花更多的時間 去把它做成更多的料理 這樣老闆妳剛剛講班錯 班錯是這一個地方的名字嗎 是 是我們這一個物質呢 我就把它取名為班錯 錯就是福建化的初 所以班就代表我們 班達馬人新春的班 所以就是班達馬人新春的家的意思這樣 像剛才老闆提到的這個木別國 也是會入菜對不對 我們就做出了很多的一些甜點啊 冰淇淋啊 甚至是養生湯之類的 哇 感覺好像很特別的菜養 因為我感覺在這一邊呢 老闆就用了很多心思 把所有的東西結合在一起這樣子 所以等一下如果你去到裡面看 應該可以看到一些比較不一樣的 可能有一些 可能文化館啊 有一些比較復古的裝飾啊 是 所以我們去看看 現在就進去看看 好 Let's go 好 原來那個木別國裡面是長這樣子的 是 真的 剛才老闆有講這個木別國 你們就是充分利用它整顆國是不是 就比如說我們今天看到這幾道菜 真的是非常漂亮 可不可以請老闆給我們介紹一下 很漂亮 不覺得嗎 這是素的燒肉 對 這是燒肉 上面那一層呢 它其實是那個木別國的果肉來的 然後一點點呢 我們就加了那個西菇乳 下面的那個白色呢 其實是芋頭 所以我們就用了我們自己種的這個芋頭 加上木別國 然後把它做成的有那個層次感的那個燒肉 那個透明那個類似肥肉的部分是用什麼做的 其實也是芋頭 芋頭跟一些麵粉這樣子 麵粉 對 這一道的話應該是 糯米飯 對 這是糯米飯 我們之前在煮的時候 我們是參考了這個越南人的這個做法 越南人在做這個木別國料理的時候 他們主要都是做糯米飯 他們在一些結婚 生日 或者是一些過年的時候 他們會做糯米飯 而且是用這個木別國的這個果醬 還有那個種子一起煮 所以才會煮到那個飯有點紅紅 這一個的話是什麼 這個黃黃的 這個是它的果肉 所以是甜的 它的果肉 真的就整顆木別國都在這裡 是 這一道的話就是 剛才提到的 對 這個其實就是 我們用那個木別國的花 來放進那個 這是我們有一次 也是我們誤打誤撞 今天肚子餓 想要煮些什麼 我們的廚娘就打開冰箱 只有豆腐爆喔 然後我剛好又採了一堆花 不如把花跟豆腐爆結合 然後就出了這一個動作 我已經很迫不及待的 想要就是品嘗一下了 謝謝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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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別果汁 它有一點好像 裡面有酸 不過它比較帶甜一點 然後過後就有一點小小酸 非常開胃 馬上來吃看看 開始就來這個補一補吧 真的喔 看到這個喔 是 飯我就特別想吃了 來 我們先吃這個吧 那鹹的呢 你們可以搭配這個果肉在上面 首先呢 因為這個概念是sushi 那個豆皮很香 然後帶一點甜甜這樣的味道 而且它的糯米飯 它很香那個菇耶 而且它的那個果肉呢 搭在一起然後就是 鹹甜鹹甜很開胃的一個感覺 它本身就自帶 你剛才講的那個菇的味道 再加上那個 看這個 很像酵素這樣子的果肉 其實它是另外一種層次 對 就不會讓你單一的覺得說 它只是飯而已 而多一種酸味 反而更開胃耶 而且這裡也是有一個辣椒醬啦 是 可能也是可以沾來吃 你要試看看 因為我對辣椒比較 好啊 好啦 我試那個辣椒 酸的 它完全不像辣椒耶 它有一點像 好像我們平時吃版面的那個 辣椒醬啊 有帶酸一點點的 這樣子的話就make sense 因為喔 這個糯米呢 本身是沒有什麼很大很重的味道 很重的味道 所以摻了這個辣椒醬的話 不只開胃喔 還給你一個 好像醒一下的感覺 這一盤給我超多驚喜的 OK 來第二個想要看這個 憋果的花 嗯 哇 我嚇到那個花喔 本身 我們剛才聞的時候 是淡淡的那種花香味嘛 可是它現在有加了一些 調味料啊那些 就真的很像梅菜的口感 那我平時我怕吃 豆腐包的一個點是 我怕它沒有味道 可是這個不會耶 我喜歡它那種淡淡的花香 再加上有時候喔 因為花的菜品其實不多 但是每次吃的時候 你會擔心它有一個很重的花味 那種草的味道啊 這個的話就不會 很特別 來到了 鑄板的燒肉 它真的很像燒肉耶 很新鮮的做法耶 因為它有三層嘛 一層是有餐了那個麵粉的 那麵粉那層呢 就真的是很糯雞 然後很糯雞這樣子的口感 那一個芋頭喔 它又有一層比較粉粉這樣子的口感 沒有跟你講說老闆很厲害 它就算是素食 它每一層都做到非常有層次 加上它上面那一層也是 它有一點顆粒顆粒的多 因為我加了那個 砂谷煤 對 所以它層次非常非常多 那至於味道方面呢 它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的甜喔 對 我覺得它是芋頭香 比較重一點在這裡 整道菜裡面就可以充製著這個 很像被芋頭包圍的感覺 對對對 很喜歡吃芋頭的話 就很喜歡這道啦 好啦這一個平時呢 要怎樣預訂啊 哇這個的話呢 你就要留意他們的Facebook啦 那邊就有非常多資訊 怎樣預訂啊 有時候甚至會有這個 私房菜這樣說 你可以過來這樣子 就任何資訊呢 都可以在網絡上面看得到 是 如果你們兩個人的話 沒有這樣多人的話 也是可以 就是注意他們開放的日期 他們開放日期呢 你預訂喔 就可以跟人家好像一起 拼桌這樣子 拼桌這樣子 拼桌的概念啦 但是如果你要碰碰運氣 來walk in的話 也是可以的 也不是講不可以的 吃不到 可是也可以了解到自己的文化囉 也行 因為六星日呢 是開放給大家來參觀的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真的是來參觀喔 看這個餓了的話 你就 當場就book囉 對 當場book 就可以來吃這麼好吃的料理了 是的 明星啊 我跟你講 我們的副作者阿強喔 他們很多人啊 是啦 要我們這一次啊 來記錄巴森的美 那個面貌喔 面貌美貌 真的 我覺得很難咧 怎麼要這樣多東西咧 是咧 有什麼文化 我們要去找線索咧 等一下 蛤 你有聞到嗎 很香的那個肉骨茶 對 肉骨茶喔 餓了喔 還是任務這件事情 我們等一下再做 我們先去吃東西 我們講小聲一點啦 他應該不會發現的啦 吃啦啦我們去吃一下 來 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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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裡好吃啊 哈嘍 好像是這裡咧 不是 這個桌子 這裡是不是有麥肉骨茶啊 我們有肉骨茶麵包跟肉骨茶 有維塔利麵 喔原來是這裡 怎么这样熟悉的 跟这边很熟啊 这是一看负责人 这是你老板 这本是什么 九个小学一百个小朋友一起画的贵本 小朋友画的 对 是 是几时的时候有这一本书的 是疫情的时候 它们记录下的 那凌亚语念的时候 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到 就是发生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些变化 对 那这一个咖啡 是为什么选择在这一个市区 因为这些市区我看到隔壁都是比较阴度街 对 有住同胞多一点 其实主要是这里是八城历史的发源地 所以以前很多历史都在这里发明 包括肉骨餐的发源也是在这一边 那我们希望为这个老城带来一些新的生命跟新的创意 所以就用一个老房子改造这样的馆 让大家知道其实文化可以用更好玩的方式去呈现 包括食物也是可以认识到八城 所以在这一间餐厅里面可以吃到很多关于八城一些特色 比如说肉骨茶会有吗 对 我们没有肉骨茶因为它是猪肉 然后我们这里做Pork Free 所以我们有肉骨茶土耳其面包 因为土耳其人叫我们做面包 然后我们把腰材的元素加进去 让它变成这样的呈现 就让不吃猪肉的人也可以吃一个清新的面包 所以是一个很多不同文化的一个结合 让大家都可以品尝到八城的肉骨茶 是 而且有很多好像小孩子的作品啊 还有中学生一些模型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 这样子老板可以带我们去看观看观一下吗 可以啊 没问题 好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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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 因为他就跟老板聊了很多文创的东西嘛 我跟你说老板之前是做旅游业的 所以导游这方面他也在行 对 因为他做旅游业呢 所以很多背包客来到这一边 然后他们的全部这些菜式都是背包客 跟他们一起研发出来的 哦 这样我们的导游 可不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菜品 太单 先介绍是应该好的 这是我们的热骨茶土耳其面包 热骨茶是我们巴胸最重要的招牌 对 也是因为它是猪肉 所以没有这么的全民化 那那个土耳其人也是穆斯林嘛 所以他来这里他就教我们做一个面包叫Pocha 土耳其人常吃的面包 然后我们加入了药材、蒜头、辣椒粉的元素 让它有热骨茶的味道 很特别耶 可是为什么一个是比较平衡的 然后一个有这个温泉蛋在上面呢 因为这是方便带走嘛 然后现场的时候 因为现在马来西亚人也习惯吃面包跟鸡蛋 我们就把它加入日式的温泉蛋 让它变成一个Clean hot spring 的概念 让你有怕温泉的感觉 哇 这样要试吗 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看看 它很扎实耶 而且感觉这个上面的这个是蒜米嘛 对 也是蒜米 很香耶 感觉烤到很脆喔 很香 哇 很脆耶 它的那个皮表面 它这个单吃就蛮有味道的 而且我非常喜欢它的那个面皮 它非常的扎实 对 我喜欢那种重量的饼干啊 面包 不论为什么 乖乖 你这样重来 我没有觉得吃到非常的饱 OK 你吃多一点太轻了 没有 我觉得这一个味道 它就是很肉骨茶的香味 而且呢就加了一些西方 我们平时吃好像全麦面包的那种 扎实的口感在里面 如果你们不喜欢那么干爽的这个面包的话 也可以叫它们这一个有肉骨茶 温泉蛋的一个感觉 哇 你这也太贪心了吧 怎么样 嗯 我比较喜欢沾蛋的 因为它多了那种湿润的感觉 然后够有点蛋香这样子 嗯嗯嗯 老板我想要问喔 就是上面我看到有一些辣椒粉 为什么这一个面包你们会加入辣椒粉 主要是灵感来自于干肉骨茶 因为干肉骨茶用辣椒干去炒 然后我们觉得比较提香一点点 OK 来这两道 先讲这一个吧 这一个刚才老板讲是中国旅客的一个秘籍是不是 秘籍 对 他是中国重庆的人 因为他们吃辣 就是有那种手撕鸡辣炒鸡的概念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结合算是一个 中西和平的感觉 我们可以try一下 我就可以try看看 很辣吧 很辣的啊 谢谢老板提醒 什么辣味道家 辣椒在里面嘛 因为重庆的料理本来就很辣 所以有麻椒那一些 对对对 是 其实刚才我刚刚看它的外表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是日式的一个蜡蜡 可是吃了过后它真的是有带一点辣 那种麻椒的香味 麻辣 不辣 不辣 真的不辣 不辣 可是我觉得它的那个蜡蜡 会有大龙点睛的一个效果 因为呢 就是平时我们一直想象到 aglio ovio 带一点辛辣味这样子嘛 可是这一个加了它的 手丝鸡啊 还有麻椒 一个结合 就中西和平的感觉 这个辣真的是 有哦 其他有辣 你还不能咧 但是我必须说 它的那个肉啊 跟那个面的结合是很棒的 因为我第一次吃到手丝鸡 跟意大利面结合在一起 而且这一次 老板的那个意大利面 比较偏硬一点 对不对 是因为那个要符合 现在人比较喜欢吃这种口感的 面体嘛 因为它比较偏干一点点 它不是那种酱料的 所以它会偏硬一点点 可是我觉得鸡蛋在里面 就有帮助湿润了整道菜的感觉 是是 可是没有到就是解辣的作用 当然是没有啦 那接下来这一个呢 也是spaghetti 它是一个比利时的北包客 来做奶油意大利面 然后刚好有马来西亚白包客 引起来 然后我们就随便聊一聊 就混合在一起吃 哇 好像不错哦 所以这一个的名字是 肉骨茶奶油意大利面 对 就是肉骨茶的的 加暴门娜的版本 嗯 老闆應該要放多一點那個肉骨茶 真的 那我也要淡一點點 真的 放多一點 我也說馬上全部人來 是 我要點這一道這樣子 其實呢 對於一些可能不太了解巴聲的朋友 比如說像我啊 我懂巴聲這個地方 但是當你真正的要去了解巴聲的話 我覺得比較難一點 你要走入巴聲 所以非常謝謝老闆呢 為巴聲做出這一番努力 讓更多人可以看見巴聲 認識巴聲 謝謝老闆 謝謝 紛起 紛起 前機師 timely 我們一點點 嗯 啊 啊 這個隱藏美術好像真得很隱藏的 是咧找不到 我們這樣下去也不做 那不是咧 這樣怎樣問人了 走吧 可是要繼續 那邊 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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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你懂庫巴在 庫巴 就在那邊啊 喔 可是可是我看到你的圍裙上面 也是庫巴 我就是我就是我本人就是 喔你就是庫巴 很酷耶 庫巴在逃中 找到了 真的嗎 你要這樣引力 我們想要保持一個新鮮感 所以是以一個 怎樣的形式 在推出這樣子的一個美食 我們都是以餐層的模式 就是到處去流動 到處去賣 可以讓更多人吃到我們的 庫巴你不要掃掉啊 老闆咧 這樣子 庫巴你是一位爸爸啊 不是 會叫庫巴的關係 是因為我們本身的名字叫 庫巴三名字 然後我們就取一個邪 就叫庫巴庫巴 這樣子喔 因為呢 剛才我們真的是找到很辛苦啊 要怎樣知道你們會在哪裡啊 是耶 通常要知道我們的行程的話 要可能follow一下我們的fan page 可能我們社交媒體 我們IG或Fastbook都會有 很餓了是嗎 餓了 這樣子老闆你先去準備先了 好可以啊 我們打掃一下先了 好啊那你幫我打掃 OK 我們打掃啊 謝謝 好我就走老闆 可以可以謝謝老闆 你不是 蛤 我 我 我覺得今天的這個環境喔 真的是chill到一個極點 真的 就有點Pickney的感覺有沒有 對 你看我們把這個 攝影棚攤到戶外 攝影棚攤到戶外 那這裡呢就有三種他們 特別best seller的這一個三名字 有古巴三名字 然後有這個肉骨茶乾的三名字 還有這個 迷迭香雞 手勢雞三名字 哇聽起來都想試試看 你要試哪一個 從他們招牌吧 古巴三名字嗎 好 它的麵包真的是很好吃耶 它這個麵包是用熱壓的這個煮法來弄的 就不會好像我們平時吃的這個法棍麵包 很硬邦邦這樣子 它就比較有蒸跟脆的這一個口感 首先裡面有人來講說是不是這個內容物很多 感覺是不是太重口味 不會耶 我覺得剛剛好耶 可能是因為呢 那裡面有很多不同材料的關係 有這個cougumber啊 加上我覺得那個畫龍點睛 雞蛋 而且我覺得它裡面的醬料也是非常的重要喔 因為這個醬料可以提到整個這個食物的味道起來 而且不會很重口味 這個第一個就蠻不錯的喔 對喔 這個是他們best seller肯定要不錯啦 對 我來試看看其他的 那其他的來到巴三肯定有肉骨茶嘛 那他們這一個呢就是肉骨茶乾的三名字 這個喔 看起來很像是special這樣子 因為我看到它的招牌是另外寫出來的 喔 會不會是可能是一些隱藏菜單之類的 可能你要就是每一次喔 去這一個中午 不同的地方 對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特調這樣子 對 我覺得在裡面喔 它有餐了一些洋蔥啊 然後它的肉骨茶呢 其實不會很重口味的 它其實跟這一個麵包喔 我合起來是蠻搭配的 因為印象中乾的辣骨茶 它有放乾辣椒的關係 對 所以會偏辣 可是這個不會喔 對 反而很香 再加上了這個羊角豆 這個菜是我沒有想像過 它會把它夾在三明治裡面的 欸是 我第一次看到就是羊角豆在三明治裡面 可是值得講的就是它的這個肉感喔 其實它也不完全是瘦肉的部分喔 它有一點那種軟骨的部分 所以咬起來就有 硬硬脆脆軟軟這樣子 那這個薯條老闆也是講喔 它的醬料是secret recipe 它死都不會跟我們講用什麼來煮 欸 它甜的耶 是耶 因為我 因為我剛才有看到老闆在那邊炒辣椒乾那些 我就以為這個薯條會是辣的 嗯 可是現在這樣看喔 它就好像一層caramel 假象 假象 老闆在面前跟你煮 然後走去後面啊 炒那個糖啊 是咯 就是不要給你們知道那個secret recipe 那我覺得你吃多這個你也不怕啦 就是你喝一點飲料可以解解膩 是 庫巴也是有他們自製的這個奶茶呢 有得好喝 有得好吃 對喔 但是如果你覺得奶茶呢 對女生來說可能太胖的話 喔 你啊 你啊 就有比較健康的飲料 有 從另外一家這個一起來恐怖茶 帶來這個恐怖茶 蟹印有沒有蟹印 有有有 其實這一個是非常健康的這個飲料啦 有這個苦瓜蘋果的 哇 這個恐怖茶 我第一次聽到有苦瓜的恐怖茶 是耶 是耶 這樣子喝起來會不會很苦的感覺 不懂咧 我們try咯 那你try那個 我try這個 這個很像也不錯 是我們的Varley Bandan 很特別 我沒有吃 要我幫你開嗎 要 哇 很帥耶 阿勒 謝謝你 OK 要我幫你開嗎 開不到 等一下啊 嗯 這就是很健康的一個氣泡飲料 而且喔 這個苦瓜 等一下 你的苦嗎 我的一點都不苦 酸嗎 沒有很酸 就是甜甜酸酸 非常開胃 我覺得就是喝了會幫你 焦化掉 剛才你吃比較油膩的東西 哇 苦瓜不苦蠻神奇 等一下我試試看 真的 這個的話呢 它有一股淡淡的這個斑蘭香 喔 還有一點玉米水的味道 不過更多的是啊 後面呢 會有一個比較酸酸的一種感覺 對 喝起來非常的清爽喔 所以這個也是發酵了大概14天 對不對 所以才可以製作出這麼好喝的 泡蘭香 好了 我覺得今天我們探索的 這個斑蘭香 很像還不夠齁 是 很像很多很多我們都沒有發現到 就比如說這一間啊 這麼隱密啊 這兩間啦 這兩間 這一個三名字 還有泡蘭香 其實呢大家都可以多多去Follow他們的Facebook啊 就可以追蹤到他們每個星期會在哪裡 唉唷 這麼神秘嗎 是喔 聽說你是不是要在這裡打工幻樹啊 啊 要打工幻樹一陣子啊 因為美食都還沒有吃完 喔 這樣你就慢慢吃啊 我打包帶走啊 喔 你去掃地先啊 你掃地先啊 走 走 走 我剛才掃完了喔 吃了 吃了 吃 嗚呼 好燈 好燈 我記得了